欢迎来到MON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天报 大S婚后首度公开正面 赵左坚心刺青呼应聚俊叶 女星大S徐希元 上个月宣布和酷龙成员聚俊叶再婚 聚俊叶甚至为爱来台 相当甜蜜 上月29日环被刺青店透露 她将希元的韩语拼音刺在手臂上 脖子则是英文 Remember Together Forever 记得永远在一起 全都是在向大S告白 献煞众人 而当时就有网友询问大S 是否和聚俊叶一同留下爱的记号 刺青店选择保密不透露 没想到是隔六天 大S公开进照 左肩上的新刺青疑似 根据俊叶相同 呼应老公爱的告白 大S稍早在IG现实动态 分享有人的标记贴文 只见画面中大S豪迈的勾着好友 气色红润 让对方说她根本是人间版的 班杰明的奇幻旅程 越活越年轻根本倒着涨 值得一提的是 大S身上穿着一件卡七色瓶口装 白皙锁鼓下多出了一个新刺青 疑似也是Remember Together Forever 记得永远在一起 与巨俊叶脖子上刺青相同 不仅新婚后首度在社群媒体上露脸 更大方露出新的刺青 呼应老公爱的告白 相当甜蜜 事实上 大S和巨俊叶二十多年前曾交往过一年多 最后因经纪公司阻止而结束恋情 当时大S曾在脚踝上为巨俊叶留下刺青 却因为不懂韩文把巨刺成久 他也透露 两人分手后 自己决定将刺青去除 没想到痛到他在诊所大声惨叫 还和医生起争执 当场推开医生的手 直言不打了 最后是打了七 八针麻醉才结束雷射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好 sous